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北京奥运会金牌为起点 廖辉迎来了自己事业的巅峰 紧接着是韩国高阳世锦赛 抓举 停举 总成绩三项冠军 2010年的土耳其举重世锦赛 廖辉续写了自己的神话 成功打破了69公斤级的停举和总成绩两项世界纪录 在土耳其世锦赛打破世界纪录后 廖辉突然消失在大家的视野中 这一消失是整整两年多 两年后他重新站上了举重的赛台 没有了两年前调染的黄色头发 也没有了两年前的婴儿肥 这两年 廖辉到底经历了什么 我们上楼梯都是 然后扶着那个楼梯 然后起码跟脑袋一样 起码跟脑袋一样 摸鞋式的 这两年 廖辉到底经历了什么 这件事要从2010年的一次普通的尿检说起 就是在这尘埃未定的一个月里 廖辉在土耳其世锦赛上打破了世界纪录 因为我拿了冠军 破了世界纪录 然后回来 回到北京了之后 再通知我 那个 再通知我 然后说 说我这个9月2号的那天的 廖辉出现的问题 转眼到了出征伦敦的日子 对廖辉的最终仲裁结果还没出来 然后我觉得已经没希望了 所以我就 已经放弃了 我肯定是没希望了 然后送他们去奥运会 送他们到大门口坐大巴 然后送完他们之后 心里也特难受 伦敦奥运会 男子69公英级举重比赛中 小将林青峰获得金牌 此时的廖辉已经独自回到老家湖北仙桃 他没看这场决赛的直播 奥运会一结束之后 他那个通知消息过来了 消息过来了 然后告诉我 你这个结果出来了 四点改判两年 在这次全运会预选赛之前 我特地去了一趟海南五指山 去探营举重 结果发现 跟吕小军一块训练的廖辉 现在状态是真不错 他马上就要复出了 一边训练 一边空体重 一边空体重 一边喝公布茶 没事 还能唱两句 一首新贵妃醉酒 就是他和吕小军的拿手曲目 您见过这么大块头的肌肉男 反串吗 电视机前的您肯定想不到 举重队的队员们 一大爱好竟然是喝茶 除了喝茶 他们另外一大爱好 是比喝茶还要文艺 除了喝茶 其实还要干点什么 基本上都是喝茶 肯定要配上音乐 好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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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瞬間 只能有情緒 愛都要望 愛 只能有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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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哥俩的反串是有模有样 在全运会强势回归之前 廖辉一直在海南五指山封闭训练 比赛之前他要开始降体重了 说起降体重 廖辉是有一肚子苦水要涂 到比赛的时候肚子现在是这样的 到比赛的时候都会贴的 睡不着了 晚上睡觉的时候 晚上睡觉的时候 要这样吃着呢 然后这边都可以贴的 这样吸气贴的 这样打个睡觉机板再贴的 磨碟似的 这是训练之后 吕小军的晚饭 据说是累得没胃口了 我们再看看 廖辉吃多少 两块排骨 一筷子面条 几根豆角 转眼到了3月25号 近赛两年的廖辉 回到了他的举重赛台 这是他 朝思夜想的地方 两年前遭遇竞赛 当时他曾想过退役 哭 哭 两年后 26岁的廖辉 回来了 以全运会为起点 目标 李约热内路 那时他将29岁 比得更加轻松 因为我不想说太多 我想用事实证明我自己 我廖辉回来了 再来